你好,今天为你讲解的是爱因斯坦传,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60万字,我会用26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爱因斯坦的传奇人生,以及它取得成功的要素。 那关于爱因斯坦几乎是无人不知,26岁提出狭义相对论,31岁提出广义相对论,42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在我们这些凡人眼中,它的名字仿佛就代表了一段传奇,是那么遥不可及,但是从这本爱因斯坦传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凡人的爱因斯坦,它的成就是如何来的,它对于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它终身贯彻的信念又是什么呢? 这本爱因斯坦传是关于爱因斯坦资料解封之后,第一部最为详尽的记录了爱因斯坦整个人生,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的传奇。 对爱因斯坦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必读的一本书。 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美国著名杂志时代主编,创作过基辛格传,本杰明·弗兰克林传,乔布斯传等,是一个传记专业户,在业界很有声誉。 那关于爱萨克森还有一个趣闻,说是苹果总裁乔布斯曾经想给自己做传,留给孩子们一份关于自己的记录,研究过后,在一长串的传记作者里挑选了爱萨克森,并且开出了高架,但是爱萨克森却拒绝了,因为他认为乔布斯还不够格,直到后来乔布斯病重,爱萨克森意识到,如果再不做传的话,以后不会有机会了,这才答应。 于是爱萨克森那本乔布斯传也是公认的,关于乔布斯最好的一部传记。 好了,那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以及作者的概况,那么接下来,我将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具体内容。 那这本书啊,我们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高智商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成功,天才的诞生需要持之以恒的探索,作为支撑。 第二个重点内容,爱因斯坦如何选择自己的爱情和友情。 第三点,独立思考和热爱和平,使得爱因斯坦拥有最高级的生活智慧。 说起爱因斯坦异于别人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会想到他天才的属性,也就是高智商。 但是天才的大脑真的是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成就吗? 也许不尽如是,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爱因斯坦的评生。 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是一名犹太人,祖上是犹太商贩,两岁左右的时候还不会说话。 据爱因斯坦的妹妹后来回忆,这时候的爱因斯坦并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喜欢安静和思考。 他时常盯着某一处东西,自言自语,直到确定自己想说的是什么,才会说出来。 在四五岁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父亲送给了他一个罗盘,第一次看到罗盘的时候,爱因斯坦就着迷了,因为当时是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天下,历史只有物体互相作用才会产生的。 那么罗盘里的纸针为什么会转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爱因斯坦想要解答出来,于是他开始大量的思考自然,以及阅读科学读物。 爱因斯坦的兴趣启蒙非常的早,他的父亲给他请过几位非常有名的老师。 再加上他本身专注而热情,他暑假几乎从来不出门,也不跟别的小伙伴玩耍,每天就是捧着书读。 12岁的时候,他自学几何和代数,13岁的时候开始看哲学家康德和马赫,15岁之前掌握了微积分,16岁开始对光速、加速、惯性、引力、磁场等着迷。 还没进大学的时候,他甚至写了一篇论文寄给他的舅舅。可以这样说,爱因斯坦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大量的阅读思考积累知识的时代,他那时的水平超过了我们现在普通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 爱因斯坦17岁的时候,考入了苏黎世大学,他迎来了他另一段飞速发展期,他身心投入物理,对导师讲的课没有兴趣而经常逃课,从不按老师规定的章程做实验,有一次甚至引起了火灾,这令整个系的老师对他深恶痛绝。 爱因斯坦还开始挑战物理界大牛们,毕业那段时间,他给当时的专家保罗·德鲁德写信,指出了他的两个错误,后来又写信给欧洲统计物理学巨博布尔茨曼发表了对他的批评,最后他陷入了四场与学术权威的纷争。 也因此,毕业之后的爱因斯坦,成为了唯一一位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因为当时的毕业生的出路,都是留在学校当某位教授的助教,而且几乎都能够留下了,唯独爱因斯坦,所有的物理学教授都不想要他,后来他迫不得已写信给数学教授,就连数学系也拒绝他了。 再然后,他开始给全欧洲的教授写信自荐,结果也全都是石沉大海。 爱因斯坦时好靠做一些家教类的零工维持生活,那两年后经过了好友格罗斯曼的帮助,23岁的爱因斯坦进入了专利局工作。 一周上六天,早上从八点开始审查专利,坐满八个小时,这份工作属于公务员,薪水稳定而且有名誉,爱因斯坦也认为这项工作很有趣。 因为他不仅能够看到许多最新的专利,也获得了大量的时间,他每天花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一天的工作。 那接下来就是研究物理,做演算,进行思考。 那这又是一个蛰伏的积累期,爱因斯坦这个时候已经着手研究侠义相对论,不妨说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意光速的问题,这时候是在系统性的研究和完善。 这段黄金期,他认识了许多对他影响很大的挚友,他们一起交流讨论。 就这样26岁的爱因斯坦迎来了自己的奇迹年,他发表量子论,提出光量子假说,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 独立而完整地提出了狭义相对性原理,几乎就是独立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那这一年也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 但是当时爱因斯坦划时代的成果并不是立刻被认同,率先站出来支持他的只有普朗克。 那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他的论文上。 他1906年发表了六篇论文,1907年发表了十篇,出于能够在更宽松的条件下继续个人科学工作的考虑。 1909年,满30岁的他升任苏黎世大学的副教授,随即从专利局辞职。 提出狭义相对论以来,爱因斯坦始终认为他并不完备,因为他讨论的是匀速直线运动参照系之间的物理定律。 于是1915年11月25日,也就是狭义相对论发表时隔五年之后,爱因斯坦31岁,他正式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则讨论的是具有加速度的参照系之间的物理定律。 至此,爱因斯坦声名大噪,1922年11月,爱因斯坦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奖。 延续着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脉络,爱因斯坦试图寻找着一种能够将电磁、引力和量子力学结合在一起的统一场论。 他希望能够拓展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他接二连三地提出新的方法,然而几乎都不到一年就被证明是无效的。 这一路引出无数报纸上的标题,都无法解决他自己提出的大谜。 1925年,年仅23岁的海森博提出了量子物理学最著名也是最令人困惑的成就之一,不确定原理。 那这个原理是说,你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粒子位置的不确定性必然是大于或者是等于普朗克常数除以四派。 用海德堡自己的话说,在因果律的陈述中,即若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所得出的并不是结论而是前提。 我们不能知道现在的所有细节是一种原则性的事情。 但是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发现严格确定的因果定律,而不是随机和概率。 就如他幼年时观看罗盘的时候,认定万物背后必有原理,当不确定性原理渐渐被接受,他与海德堡、波尔等人产生了争论。 于是他说出了那句名言,我相信上帝不是在制骰子。 此后的二十年,他都沉浸在自己的谜题里,一次一次试图证明,又一次一次被推翻。 虽然他说过,为了惩罚我蔑视权威,命运也将我变成了一个权威,可是他到临死前都没有放弃完善统一常论。 他朋友范托娃曾经记录爱因斯坦的工作日程,2月20日他似乎找到了新角度,2月21日没有找到任何错误,8月25日工作繁重的要死,9月21日似乎在取得进展,10月14日他找到一个错误,遭遇挫折,10月24日他疯狂的计算,一无所获。 1955年4月18日,星期一凌晨一点,动脉瘤破裂,7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床头放着预备在以色列独立日发表的演说草稿,而床边放着12页写的密密麻麻的方程,满是山改的痕迹。 纵观爱因斯坦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成功很简单,从小就树立了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此后的人生就是用尽一切的资源。 和机会去实现这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调整自己的人生,不懈努力。 好,那说完了爱因斯坦的科研之路,我们来说一说爱因斯坦的两段婚姻和友情,这两部分都在爱因斯坦的人生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友情。 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是他的同班同学,也是物理系唯一的一个女生。 米列娃的条件不算出色,他比爱因斯坦大三岁,颇足有费结合,相貌平平,但是爱因斯坦爱上他,完全是被他的灵魂所吸引。 因为米列娃的物理和数学成绩极为优秀,他们俩还经常写信讨论一些智慧性的问题。 但越是相似性格的婚姻,反而越容易出现矛盾。 爱因斯坦整个人沉醉于科研,对家事不管不问,后来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用米列娃的话说,婴儿的啼哭声也无法转移他对科研的注意力。 爱因斯坦的名气越来越大,26岁爱因斯坦发表了四篇论文,由此产生了极为广泛的争论和实验。 而米列娃受困于家庭,想做科研的他对爱因斯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镀线,加之身体一向不好,他变得阴郁而怪僻。 爱因斯坦与一个有福之父的绯闻,让米列娃更是不堪忍受。 而爱因斯坦一直无法忍受米列娃的坏脾气,他对他厌恶到了极点,甚至不允许踏进他的房间。 他们俩的婚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爱因斯坦的第二段婚姻是与他的表姐艾尔莎,与米列娃相恋时的信不一样,他们谈论的是食物、安宁、保健、居家等琐事。 爱因斯坦不喜欢数学,也对相对论不感兴趣,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处理琐事是一个典型的处理家世的妻子。 爱因斯坦享受到了爱因斯坦老母鸡一般的保护,但是与爱因斯坦结婚之后,他也要求和爱因斯坦分房睡, 因为谁也不能够打扰他。 有人问爱因斯坦婚姻是什么? 爱因斯坦说,婚姻就是一份不能辞职的工作。 那么从爱因斯坦的两段婚姻看来,在他眼里,婚姻对于大部分人难度太高, 与其试图寻找灵魂相惜,不如寻找被照顾和宁静, 使之不成为阻挡自己前进的障碍物,就已足够。 婚姻时常让爱因斯坦感到困惑,友谊却是他精神力量巨大的源泉。 爱因斯坦上大学的时候,有两个最好的朋友, 一个叫弗里德里西·阿德勒,一个叫格罗斯曼。 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儿子, 他们会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 而这位格罗斯曼,也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所提到的通过关系帮助爱因斯坦进入专利局的人。 他是一个犹太数学奇才, 爱因斯坦在推演广义相对论的时候,数学非常的棘手。 于是他就写信给当时已经是教授的格罗斯曼, 简直是用撒娇一样的口气说, 你一定要帮忙我,否则我会疯的。 于是格罗斯曼就提供了一个数学方案, 最终才成功推演出了场方程。 爱因斯坦还有一个极为要好的朋友, 叫贝索。 贝索虽然不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爱因斯坦时常和他讨论一些物理问题, 他的广义相对论, 就是和贝索在讨论时的灵感一线。 前面说到, 爱因斯坦进入专利局的那几年, 举办了一个茶会, 参与人员包括博尔尼大学学习哲学的莫里斯·索洛文, 苏利士联邦工学院数学系的康拉德·哈比锡, 等等。 他们都是后来有一定成就的人物, 他们一起研读人性论, 感觉的分析, 伦理学。 每当休息的时候, 爱因斯坦都会为他们拉坐小提琴, 他们还一块去爬山, 看日落, 这几个人最后都成为了爱因斯坦的好友, 甚至保持了终生的通信。 成名后的爱因斯坦经常收摇参加一些仪式, 于是又认识了同货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还有物理学、 生物学领域的各种大牛等等。 他甚至还认识了比利时皇后伊丽莎白, 因为他们都是小提琴爱好者,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演奏。 可以发现爱因斯坦的所有朋友, 全都在他感兴趣的领域内, 哲学、科学和艺术, 而且全都是领域内的佼佼者, 他们一类是兴趣相同型, 比如说比利时皇后, 格列斯曼, 索洛文等等。 另一种则是观点碰撞型, 比如说哥德尔, 波尔, 贝索等等。 哥德尔甚至还说他和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好朋友, 正是因为他们观点不同。 爱因斯坦曾说, 对于使人愚蠢的事情, 人必须退避三舍。 所以从交友来看, 爱因斯坦的要求其实很高, 某种意义上必须是有独特的长处。 有一对爱因斯坦来说并不是慰藉, 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积累和学习。 他甚至说他人生最大的快乐, 就是拥有几位政治的好友。 他从他的朋友们的身上受益良多, 没有这些朋友, 就没有轰动世界的爱因斯坦。 好, 那现在我们来谈论一下爱因斯坦跟二战有关的事。 爱因斯坦的一生除了物理学上的成就, 还有就是他在二战时为倡导和平而做出的巨大贡献。 他甚至是和平主义的精神领袖。 我们先来聊一聊爱因斯坦为什么坚持和平。 他出生在德国, 当时德国的风际很是糟糕的, 为什么他没有被洗脑呢? 前面我们提到爱因斯坦四五岁的时候, 就对科学发生了兴趣, 从而在青少年时期, 大量的阅读科学与哲学的作品, 所以年纪上小的爱因斯坦, 就已经拥有了基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在十二岁的时候选择不再信仰宗教,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过圣经后就发现, 圣经里的故事啊, 现实世界根本不可能发生。 那么为什么他在民众中流传极广呢? 那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政府故意为之, 这很有可能是政府用来欺骗民众的一种手段。 他后来还选择了脱离德国国籍, 因为当时德国的军国主义氛围愈加浓烈, 他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一群孩子假扮士兵, 当军队游行, 这些孩子就跟着队列前进, 他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 他说, 一个人能够洋洋自得的随着军乐队在队列里行进,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是我对他鄙夷不屑, 他之所以长了一个大脑, 只是出于误会。 因为科学的熏陶, 爱因斯坦天性崇尚自由, 厌恶权威, 而哲学和艺术的积累, 也令他更看重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性。 他崇尚和平, 是因为他认为国家的作用是保护公民, 让他们能够发展成有创造性的个人, 而非把自己的国民作为行军打仗的机器。 这一点令他虽然说当时出生在德国, 却不像他的好友哈勃一样, 违背人性, 一味服从于国家利益。 哈勃在二战时为德国研制, 生产氯气, 介子气等毒气, 造成百万人伤亡, 最终使得自己的夫人引弹自杀。 正如爱因斯坦交友一样, 也是保持在人格独立和自由思考之上。 他曾说过, 他是个孤独的人, 不隶属于亲人, 朋友, 所以他也不隶属于某一个国家。 他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 苏联的极权, 所有以暴力滋养暴力的国家, 以思想专制统治的国家, 都是在剥夺人存在的本身, 这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是在真正抹杀人的价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德国反友主义开始抬头, 当时任外交部长的犹太人拉特脑, 因为支持德国签订凡尔赛合约, 而被反友主义认为是犹太共产主义阴谋分子。 1922年6月24日, 一伙年轻的民族主义分子, 开车赶上了拉特脑乘坐的敞篷汽车, 用机关枪扫射他, 还丢了一颗手榴弹。 爱因斯坦对这次血腥屠杀, 感到极为震惊。 有人警告他, 他的名字已经被纳粹的支持者列入黑名单, 爱因斯坦形势开始低调, 但是他不服从的个性, 令他没有办法保持沉默。 血腥的屠杀过去五周以后, 爱因斯坦参加了和平主义游行, 他抗议侵略, 抗议武装, 抗议参军, 他成了反战国际所领导的, 日益高涨的运动的一位精神领袖。 第二年, 德国纳粹上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希特勒开始了对犹太人的血洗, 爱因斯坦当时赴美逃过了一劫, 纳粹三番四次搜查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 德国驻纽约领事警告爱因斯坦, 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回德国。 但是爱因斯坦在美国开始向德国开跑, 直接说, 德国目前处于一种民众精神错乱状态, 这让纳粹感到非常的愤怒。 纳粹原本是打算启动正式程序驱逐爱因斯坦, 然而爱因斯坦却抢先在报纸上, 公然的抛弃自己的公民身份以及院士资格, 这让纳粹政府更是怒不可遏。 这期间, 他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世界统一的政府来遏制战争的发生, 并努力为其奔走, 但是很可惜并没有成效。 后来希特勒上台以及带来的血腥大屠杀, 促使爱因斯坦改变了政治观念, 不再作为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 而是建议比利时武装起来反抗德国, 甚至想去参军。 那这个时候, 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念, 不再宣扬彻底的和平与反战争, 而是认为, 有的时候只有用较小的罪恶去遏制更大的罪恶。 1933年4月, 德国颁布了一条法令, 规定犹太人不能有正式职位, 大量犹太人被迫逃离, 这其中有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以及26位物理学教授, 爱因斯坦、泰勒、贝特、波尔等等。 爱因斯坦说, 如果战争爆发, 希特勒驱逐犹太科学家对德国造成的伤害终将实现。 上天似乎给了爱因斯坦一个特权, 让他的话总能够得到验证。 1939年夏天, 爱因斯坦听闻, 德国纳粹极有可能先行研制出原子弹。 他通过中间人把这个信交给了罗斯副总统, 美国随后启动了超级保密的曼哈顿计划。 由于爱因斯坦的安全性有待考虑, 他始终没有正式参与, 曼哈顿计划的主力为当时被德国所驱逐的犹太科学家们。 1945年8月6日, 美国研制出的原子弹被投放到了广岛, 三天之后, 另外一颗原子弹被投到了长崎, 广岛的人口当时是34万多人, 死者估计有8.8万余人, 负伤和失踪的为5.1万余人, 长期全程27万人, 当日便死去6万余人。 爱因斯坦得知这个消息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 哦, 我的上帝。 即便知道所有侵略者都会付出代价, 爱因斯坦还是忍不住后悔, 直到他去世前还在说, 或许我可以得到宽恕, 因为我们都觉得德国人很可能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并且会取得成功, 他们会使用原子弹成为优等民族。 爱因斯坦一生崇尚和平, 对于战争, 他唯一能够忍受他存在的理由是反抗, 他知道原子弹的威力有多大, 但是他没有办法想象他被正式使用, 一个原子弹毁了将近一座城市四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当别人问他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武器会是什么的时候, 他回答说是石头, 那这就意味着人类已经到了末日。 爱因斯坦如此看重和平, 这是因为他始终认为人活着的价值是去创造, 而战争会摧毁这一切, 他不仅是摧毁身体, 更摧毁一个人的思考能力, 他并不是为自己争取和平, 而是为了所有希望活成一个自由的人的人争取和平。 爱因斯坦死时, 床边放的是他写满方程的稿纸, 而床头放的是预备在以色列独立日所发表的演说草稿, 爱因斯坦死后, 艾森豪威尔总统说, 对于二十世纪知识的巨大增长, 没有人的贡献比他更多, 但在对知识力量的拥有上, 没有人比他更谨慎, 他比别人更确信, 缺乏智慧的力量是致命的。 他为我们证明了, 应该如何去做一个经过审慎的人生, 一种有价值且朴素的人生。 那最后呢, 跟大家讲一下这位传奇死后的故事, 爱因斯坦的大脑去哪儿了呢? 爱因斯坦立了遗嘱, 坚持撒掉骨灰, 但就在他去世后几个小时, 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哈维, 对他进行了例行的尸体解剖, 然后用电锯切开了他的头骨, 取走了他的大脑。 当时对大脑的解剖研究呢, 已经上升到了细胞水平, 苏联的科学家正在收集名人脑组织, 意图汇聚成一个万神殿, 其中就有列宁和斯大林的脑组织。 哈维是一个狂热的人, 他对爱因斯坦极其的好奇和崇拜, 所以他偷走了爱因斯坦的大脑, 并且试图寻找出他的秘密。 爱因斯坦的家人在发现这一切是惊骇万分, 然而哈维坚持说, 这也许是爱因斯坦的遗愿, 留下他的大脑会对整个世界更有价值。 爱因斯坦的大儿子汉斯只好同意, 哈维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了防腐处理, 用树枝固化, 切成了240个脑虚并且逐一编号。 人们纷纷向哈维索取爱因斯坦的大脑, 哈维也是非常慎重的把大脑的切片或小块分发给一些他认可的研究者。 有一些科学研究者还发现了爱因斯坦大脑神经胶质细胞的比例比较高。 也有科学家发现, 爱因斯坦的顶页下部的区域比一般的人要宽, 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86岁那年, 年迈的哈维终于放弃, 把爱因斯坦的大脑送回爱因斯坦后半生度过的地方, 普林斯顿。 2007年4月5日, 95岁的哈维在普林斯顿去世。 在同一座城市里, 爱因斯坦的大脑依旧存储在病理学实验室的地下室中, 静静地留存着。 爱因斯坦的大脑就从被切开到尘埃落定, 颠簸的过了43年。 迄今为止, 我们并没有在爱因斯坦的大脑当中发现他确切的天才的秘密, 但是我要说, 与其相信爱因斯坦是个天才, 不如相信他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凡人, 一个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终身, 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人。 好, 那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也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所说的要点。 首先, 我讲到了爱因斯坦的科研之旅, 父母对爱因斯坦的启蒙非常的深, 爱因斯坦终身的两大热情所在, 都是他的父母在四五岁的那年送给他的礼物。 他被自己的热情和好奇心所支配着, 大量的积累, 独立思考, 养成了自由和专注的个性。 他几乎是完全摒弃个人生活, 以强烈的热情和超越常人的努力投身科研, 最后取得成功。 其次呢, 我们讲到了爱因斯坦的婚姻和朋友, 爱因斯坦前期呢, 试图寻找灵魂相惜的婚姻, 到后期转变态度, 开始寻找被照顾, 而友谊被他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来源, 他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朋友圈, 朋友呢, 对他的帮助也是尤为巨大。 然而我们讲到了爱因斯坦与战争, 从他对战争的看法里, 最能够看得出他的世界观和生活观, 科学带给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和对自由的热爱, 他看待国家、 自由、 和平的意义, 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 人应该不具信仰教条主义, 不盲目的尊重别人, 去发挥自己的价值, 过一种充实的生活。 最后呢, 我们还提及了爱因斯坦死后大脑的踪迹, 它就像是一个传奇故事一样, 但是迄今为止, 科学家们实际上没有在爱因斯坦的大脑里, 发现天才确切的证据。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恭喜你, 又听完了, 一本说。